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近日 中国冰协已经公布了 国冰部分巴黎奥运参赛项目的运动员名单 男队方面 王楚清 樊振东已经入选单打 并自动进入男团阵容 马龙凭借世界排名 奥运选拔积分 以及在双打上的优势 作为男团第三人入选 没有太大悬念 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下三位 皮卡人选林诗栋 梁静坤 林高远 谁更合适 第一位林高远国拼双打王 可完美替代王楚清 很多球迷不看好林高远上巴黎奥运 主要是林妹妹的外战不是很给力 可是对于团体项目来说 林高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林高远即使入选了男团 他也只能是放在第三单打的位置 林高远争夺皮卡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的双打能力 许新淡出国家队之后 林高远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双打王 混双方面 林高远搭档王曼玉全锦赛战胜杀 杀头组合夺冠 男双方面 林高远与樊振东都是来自广东队 两人在双打上一直有默契 林高远与马龙搭档男双 一左一右也不会出现跑位问题 林马二人都是双打高手 巴黎奥运男团首盘男双非常重要 一旦对手拿下第一盘胜利 第二盘的男单压力非常大 樊振东又处于低迷 东京奥运会刘诗文因为肘伤 会达到最佳水平 作为皮卡的王曼玉 女团上场后在女双 女单上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王储钦若是突发伤病 那左手的林高远是最具有性价比的 第二位林诗栋发挥 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与主力磨合为零 林诗栋拿到巴黎奥运皮卡的呼声非常高 大满贯新加坡战 林诗栋淘汰樊振东 大满贯沙特战 把世界第一王储钦也逼入绝境 林诗栋入选巴黎男团 并不是要他取代樊振东 王储钦上单打 他的双打能力应该是排在首位的 林诗栋作为上一队不久的小将 他在南霜上与马龙 樊振东 王储钦 完全是临摩合 樊振东 王储钦配合了一年多时间 两个人在跑位上才不撞在一起 林诗栋能够击败任何人 也能随时抱冷输给任何人 他的不确定性还很大 第三位梁敬坤是有名的双打黑洞 入选男团必须得上第一单打 梁敬坤的双打一直是短板 与莎莎配合混双全锦赛止步前八 梁敬坤入选巴黎男单的话 他必须得承担起第一单打的重任 樊振东 王储钦配合男双 以贵为世界第一 马龙与樊振东 王储钦打男双 可以自由组合 梁敬坤与以上几人 在实战中男双磨合不多 要是承担第一单打的话 梁敬坤经常是出现让二追三的情况 况且大胖在团体赛拿二分 这个对他来说太难了 李诗栋最起码与宽曼的混双 在国际比赛上还有成绩之称 梁敬坤的双打能力不敢恭维 单打他又非常容易被爆冷 大家觉得国平男队皮卡应该给谁呢 林高远是最合适的吗 此外 沙特大满贯赛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各个单项的冠军奖杯也都有了归属 作为国平的两位主力球员 陈梦和孙颖莎 这两位在东京奥运周期 一起战赏女单冠军争夺战赛场的队友 也是在沙特大满贯赛当中 再次实现女单决赛中的会师 最终 陈梦是在连续过了 日本三位参加奥运会的高手后 又在与孙颖莎的比拼当中4比2胜出 最终锁定冠军 再加上他在前面的女双比赛当中 也和队友王曼玉一起锁定最终的金牌 这让他在女单 女双两个参赛项目上同时夺冠 可以说成为了沙特大满贯赛当中 女线成绩最出色的球员 让自己和巴黎奥运会的女单参赛资格之间 又迈过一步 若国拼按照沙特大满贯赛之后的积分进行排名 来确定奥运单打人选 那么陈梦也将正式锁定一个参赛名额 二度战上奥运女单的赛场 当然 在这个结果产生之后 看到有很多球迷都在综合评定 整个巴黎奥运周期的成绩 认为王曼玉在很多比赛当中 所拿到的冠军或者亚军成绩 要明显高于陈梦 毕竟陈梦在近一两年当中确实整体竞争力 相对他在东京奥运周期时有所下降 甚至遭遇了漫长的冠军慌 这次沙特大满贯赛 他的夺冠也是近一个赛季以来 他第一次在女单赛场上拿到有分量的冠军奖杯 不过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 也应该认识到一点 那就是陈梦和王曼玉 在孙颖莎已经提前确保奥运参赛名额 同时锁定奥运女单参赛名额的情况下 两个人正面竞争 一个奥运单打席位 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摆在大众面上 大家都可以讨论的问题 但是越是在这种关键时刻 和在这种整体的舆论背景之下 其实两个球员就越是面对的竞争压力 和来自自己心理方面的压力更大 这种心理方面的压力 甚至超过了对手给自己带来的赛场上的 各种竞争压力 解读其中原因 就是两位球员 既然想要在巴黎奥运周期当中 继续有所建树 自然对争取好成绩是有期待的 所以说想要战上奥运单打赛场 也是王曼玉和陈梦的共同目标 可是王曼玉在这个周期当中 虽然综合的技术能力 包括技术先进性 优于陈梦 对阵主要对手的成绩并不比陈梦弱 甚至还要稍稍忧于他 但是王曼玉经常在一些需要出成绩的比赛中 反而会因为一些心态问题 最终难以登顶 甚至有时候还出现较早出局的情况 而陈梦则是一次次抓住机会 尤其是在这一次 当他面对最后一个竞争机会时 可以说实现了弯道超车 换句话说 就是陈梦在应该出成绩的时候出了成绩 这就是实力的体现 我们可以认为 孙颖莎在决赛当中 没有陈梦对困难准备充足 也没他打的专注和释放 或者说 孙颖莎的求胜欲望 确实没有陈梦那么强烈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即使陈梦不夺冠 哪怕是拿到亚军 只要他进了决赛 他就已经能确保 超过自己的队友王曼玉的世界排名积分 在奥运单打名额的竞争当中 重新确立领先和优势地位 综合来讲 还是陈梦再有压力 或者说明知出现怎样的情况 就会无缘奥运单打资格的情况下 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 这就是一种软实力的反应 当两个人在硬实力 也就是场上的技术能力方面 相差无几时 自然软实力核心理素质 或者说 对于自己心态把握更好的一位球员 更配得上一个奥运单打资格 事实上 我们能从沙特大满贯赛的晋级历程当中 感受到陈梦确实在晋气的技术状态 和心理调整方面 达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状态 三位日本高手在他面前 也几乎没有太多还手之力 孙颖莎与陈梦的比拼当中 同样没能真占据上风 这是陈梦用自己的努力和辛苦 包括自己的平常心 和场外的努力换来的 我们应该尊重他 也应该尊重最终竞争的结果 期待着陈梦能够有机会 战上巴黎奥运的单打赛场 并且得到拼写的正式承认 和孙颖莎一起去出战奥运单打比赛 也希望王曼玉 在同样基本入围巴黎奥运阵容的前提下 可以在这样的实力过后 努力调整自己 找到自己成长中 还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毕竟他年龄还不大 这次能再一次参加奥运会 未来的2028年奥运会参赛资格 仍在下好招手 也期待着他能继续努力 四年后的奥运赛场 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 明天赛者黏 Ho 如果cile再来一次参加奥运的